大家下午好 我是Brenn Gao 然后我是从TEI 时钟产品线市场经理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 关于Ball Oscillator的一个主题演讲 那我今天的一个演讲主题 就是说关于我们的Ball Oscillator的增长期 我们可以如何实现 时钟超低抖动与系统的超高稳定性的一个方案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agenda 那我们最主要是第一 我们会分几个部分 那开始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Ball Oscillator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二部分是关于TEI是如何在Othlator当中的话 我们是集成Ball的一个technology 第三部分是介绍Ball Oscillator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些特性 还有我们的roadmap的一些产品 然后之后我们会针对Ball Oscillator 和我们的传统应用的关于一些实用震荡器 或者是MEMS的Othlator的一个对比 包括一些性能的一些分析 然后还有一些市场 还有一些案例的一些分析 最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材料 叫Cellator的一些资料的一些分享 OK那我们进行到第一部分关于technology的分析 那介绍Ball Oscillator的话 我们叫做体声波震荡器 其实体声波震荡器的话 在整个工业的行业当中的话 其实已经有一些行业当中已经有用到了 我举个例子 在这个像手机的一些那个filter 包括一些通信行业当中的一些filter的话 包括一些5G的系统 包括之前的4G的系统的话 都会用到这个Ball的一些filter的一些电路 那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性的话 就是说它是一个高频 包括它是一个载带的一个filter的一个滤波器 那TI的话我们是第一个是用这个Ball的Resonator 会用到了时钟层的小讯 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Ball的Resonator的一个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右上途这边 这边是一个我们的Ball的一个它的一个结构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通过半导体的功率 去实现一个高频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特性 我们在中间的话是有一个压电器 然后的话在压电戒指的上下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压电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给它实现一个通过施加一个电压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高速的一个震荡器 那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 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薄的一个压电戒指 那我们是通过半导体的功率实现 这一部分的一个电路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震荡的一个特性 再通过再把它收集下来 把它转换成一个电信号 那我们为什么会用到这个Ball的一个特点 作为我们的一个时钟电路的产品呢 因为它可以实现非常高的一个频率 可以实现一个超高的接近于2.5GHz的频率输出 然后的话它可以实现非常低的一个频率的 非常低的一个抖动的一个性能的输出 在我们左边的话我们谈到就是说第一个它是半导体工艺 包括它也是可以大批量的一个生产 那也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Ball的产品 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电路当中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call package到一起 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生产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方便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性 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重Ball的一个原因是在于 它有一个超高的稳定性 还有它的乳邦性 那这个可靠性跟乳邦性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说第一个是通过一些包括 像这个震动跟shock test 这个是我们是已经pass了一些 我们谈到就像Mill Standard的一些不同的标准 像2007还有2002的一些标准测试 同时的话我们在这个测试过程当中的话 像我们的一个Vibration的一个性能的话 是要比传统的call space的话要强很多 在shock test做shock test的时候 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谈到像MTBF 就是Mean Time Between Filters这个性能的话 因为它是半导体工艺 所以说它比传统的湿音晶体增浪器的话 它的性能要超出百倍以上 还有就是它的因为它可以实现超低的 像PPM的性能在全温度范围之内 它可以实现10个PPM的一个draft的性能 稍后的话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特点 再往下的话就是说我们用到这个爆的话 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超低的一个时钟躲动 那实现时钟的超低躲动的话 最主要是几个特性 第一个是说我们谈到就是时钟它的一个基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一个基品的话如果是越高的话 理论上你的性能会更好你的QG会更高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时钟的一个Jitter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会看到它的一个基品的频率 我们这个Ball Authorator的话 它输出这个基品的频率的话是2.5GHz 而且它这个带宽是非常窄 那比我们传统的像那个湿音的震荡器 包括一些其他友商的做的像MAMS的震荡器的话 它都要高50到100倍 正常情况下像这种传统的湿音震荡器跟MAMS震荡器的话 它的基品只有大概在50M到100M之间 至于说这个的话一个特性是非常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因数QG的话 也是非常高 那如果是说如果想实现一个Jitter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特性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的基品和你的品质因数这两个系数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成绩的一方式 可以Drive更低的一个Jitter performance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用Ball的一个原因是在于 其实我们跟传统的我们的VCO的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可以比传统的VCO的话 它们性能可以多30个DPC的一个性能 所以说当我们再用到一些如果对于像通讯的客户 举个类似在12K到20M之间或者是PCI的客户的话 你需要更低的一个适用抖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试用这个Ball的技术 可以实现一个超级的一个频率输出 同时的话我们谈到这个Ball的话 我们可以在从frequency从1兆到400兆的一个 全frequency的一个range的一个7组之上 我们可以实现125个一个最高的一个frequency的Jitter performance 我们用Ball的这个产品的话 我们第一个release的产品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release在DPR的一个产品当中 我们是通过这个Ball替换DPR当中的LCVCO 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验证 就是Ball它的一个性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我们也把这个Ball的技术带到了这个Authlitter这个产品当中 所以就是说我们考量到Ball的从Jitter的performance 从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特性容易生产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给包括它的乳磅性 robotness的话 这些可以给客户带来很多的Wire 这是我们为什么通过把Ball带到10周的一个领域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下TIAuthlitter 我们是如何集成我们的Ball的产品 在我们的Authlitter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的话 就是说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Baw 那Baw的话就是我们这个Ball的一个resonator 它可以实现2.5GHz的一个输出 然后在下面的话有一个Base戴 那Base戴的话最主要就是说有一些像我们的输出电路 电源电路包括一些温度补偿电路 还有一些逻辑控制电路 我们是把Ball attach到我们的Base戴上 那这样的话就是Ball可以输出一个标准的2.5GHz 然后的话再通过Base戴然后可以输出不同的output tab 你可以实现像RVCMOS RVPAC或RVDS等等 不同的一个output的一个format输出 然后我们因为Base戴的话 也集成了像RDO等等这些电路的话 所以说对于电源的抑制的特性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一个叫做WRE的一个产品 WRE在我们的Ball上面 那WRE这个的话它最主要它的叫做Waver Level Encapsulation 所以就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特性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它放到Ball的Resonator上面 可以实现就是说从外面的压力 包括在封装的过程当中的话 很多从外界干扰 从压力一些特性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的原因 那这样的话大家再过这种像Vibration 包括Shock Test包括各方面来自于这种压力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Ball上面有一个WRE 那它最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无源起见 最主要是起到一个覆盖到我们的Ball 包括保护然后过这个Vibration Shock Test 然后我们的整个的Ball的产品的话 它也是在我们的全部的TI 从我们的Wafer到Assembly到Test 都是在TI的Manufacturing 那这个来说也是TI 这也是业绩当中的话 唯一的一个厂商可以提供所有的一个链路的一个生产 那像一些传统的Ossolator的一些厂商的话 它实际上在生产Crystal的时候 它也是有一些像这个电路部分的话 它也需要从外部的一个采购 然后包括一些其他厂商的话 它可能也是要去由它自己一些代工厂 那TI的话是把所有的这部分的流程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TI的一个Manufacturing 可以做一个生产 然后它也是用于我们的 TI也是用了这个300毫米的Wafer 那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更大量的一个Quantity的一个输出 可以解决像这个量产方面的一些Shotted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特点 那在右边的框图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Ball的话它会产生一个2.5GHz 在Ball的后面的话 会有一个叫做Fractional Output Divider 就是一个小数分屏 那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工作原理的话 就是说Ball输出2.5GHz 然后的话我们会控制我们的Fractional Output Divider 然后通过配置它的一些参数 然后可以输出任何的频率 从1MHz到400MHz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输出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输出的话就可以实现 像这个CMOS单端或者插分各种不同的一个输出 然后左边的话我们是有VDD 那VDD可以支持1.8V 3.3V 然后我们可以再通过Enable去做一个输出 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它是 因为Otherator的话在整个业界的话 它都是Ping Commitable 所以说大家可以Drop in Replacement 就是你现在的方案拿它去替换 那这样的话可以测试一下Zephzor的这个性能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K的Future 跟我们的产品的roadmap 我们看到Ball Twitter 我们在第一章去介绍关于Ball的一个特性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因为Ball它可以提供超低的一个Jitter的Performance 那我们左边这边谈到像我们可以输出这个针对不同的像XFN的输出 RVDS、RPEC、HCSL的情况下 我们的一个在156.25兆的一个参考的一个频率的话 我们的一个RMSJitter的话当然在100Fs 然后单端的话我们可以做到250Fs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Liveau的一个技术 其实我们也可以实现更低的一个产品的一个 在我们的roadmap上可以做到更低的一个Jitter的一个Performance 在右上边的话我们可以实现更好的Reliability 那我们聊到关于像第一个 这Reliability的话最主要是说像这个我们的Vibration 还有我们的Shock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指标 那在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借助了我们的WRE在这个像我们在封装的供应 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一个提升 然后从Frequency的一个Stability的话 我们是包括我们10年的一个老化测试 包括全温度的一个范围之内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PPM的话是大概在20到25个PPM的一个范围 我们的一个初始的一个PPM的话大概在10个PPM 10个PPM 然后考虑到10年的一个老化 包括10年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全温度的一个范围的话 我们整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Range 大概在20到25个PPM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那个MTPF 就是因为它比传统的这种像Crystal的话 它的性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下面两边的话 左边是关于这个Supply Chain 因为我们是TS是有全部的Manufacturing在窝外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可以说的更好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Single的一个IC 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不同的像Frequency 不同的Output的Tab 还有不同的电压的时候 我们在生产的输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Train不同的这种要求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代 我们就是一个代 然后可以Support不同的Frequency 不同的Output 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生产的效率 包括一个成本来说的话是更优势 然后右下方的话 就是我们去一个Drop-in Replacement 那我们现在出来的第一个产品的话 是3.2乘2.5还有2.5乘2.0毫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Package 输出 然后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一个RotoMap 那我们的重坐标的话呢 是针对Package的一个Size 可以看到我们Ti目前的一个产品的话呢 我们是从有从7.5 7乘5毫米 5乘3.2毫米到3.2乘2.5 包括2.5乘2.0 我们全系列的不同的一个Size我们都有 那7乘5包括5乘3.25的话 这个并不是用Ball的技术来做 我们是用其他的一种 就是我们用这个Crystal加上我们的P2用光细做的 我们今天最主要介绍的话就是3.2乘2.5乘2.5乘2.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不同的产品 那如果是RMK像MK6C的话 这个C是代表RV CMOS 它的一个速度的一个频率范围的话 是从1兆到200兆一个范围 那基本上在单端的情况下 我们用到的一个频率的范围就是在小于200兆 最主要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如果超出200兆的话 因为它会有一些时针 我们也不太会建议用这种单端的方式 我们会用 建议会用差分的方式 那差分的方式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是有从100兆到 从1兆到400兆的一个范围之间 从1兆到400兆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有RDS 我们有RPECOL 还有HCSL给PCIe CLOCK 我们有从2.5乘2.0 包括3.2乘2.5 那我们的一个灵敏度的话 是从单端的话 我们是小于20ppm 是指的就是说全温度范围包括10年的老化 所有的指标是20ppm 差分的话我们是25个ppm 这是我们一个大概的我们的一个RootMap 针对一个Balt Base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就是这个是单端的RVCMOS的产品 像我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产品的话 支持的范围是依照到200兆 在任何的一个frequency 大家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支持 我们可以通过工厂的一个编程的方式给到大家 那如果是说如果大家需要有不同的frequency 我举个例子有24、25、50 包括156.25兆这些是比较标准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27 或者是33.33 或者是这种不同12兆等等之类的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工厂可以做一个可变成化 给到大家 然后它的工作的一个温度范围的话是从-40度到105度 然后Jitter的话我们Maxim的话是500个pdsec 我们现在普遍的就是standard的话就是250个pdsec 电压的一个支持的范围从1.8、2.5、3.35都可以支持 PPM我刚才聊的是最主要是20个PPM 包括一个老化的一些测试指标 它的封装的话就是单端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4个package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这边 包括它也是用baud然后structure都是相同 然后差分的话就是MK6D、6P的话 这种产品就是Aripeco还有AriDS 那最主要一个是说就是Jitter 我们Maxim的一个Jitter的话是125个pdsec 在全从1到400兆任何的一个频率范围之内 那在可能在某些频率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更低的一些Jitter 然后从Power的话我们Maxim像RVDS的话 是在55个毫安 然后工作的一个温度范围的话是从-40到85度 OK 然后这个是HCSR是同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支持到PCIe Gen1到Gen6 然后这边有一些我们的Jitter的一些Performance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其他的性能的话是跟我们其他的一个差分是相同的 然后我这边是列了一些可能在你的设计当中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频点 在右边的一个table当中就是说从低于100兆到高于100兆网上 你可能针对你的以太网或者是光口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ASIC FBA 你可能有不同的频率输出针对这种差分 然后针对单端的话像有不同的像给到19.2兆 24.25.27.48 给到不同的设备的话你都可以有不同这种频率 那这些所有的频率的话我们都可以支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目前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些类型的一些Orthreator 目前我们看到在市场当中的话 我们最主要有三种类型的Orthreator 那第一种我们叫做Cost的Orthreator 那第二种叫做MEMS的Orthreator 第三种我们叫Crystal 很多情况下我们叫做无源的一些Crystal这种方案 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种它的一个方案的一些特性 那第一种来说的话就是叫CostOrthreator 它的就是说它也是比较就是simple的一个Package的Orthreator 它大部分的一个架构的话就是一个Crystal 加上一个Orthreator的一个电路 一个起震电路 包括的话它里面也有一些驱动电路 然后有些情况下如果你要是想实现高频的情况下的话 也可以通过一个Crystal加上一个PL加上VCO 它像这种Drive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话最主要是根据你的输出的频率的一些特性 它可能会用到不同的一个Torpe结构 因为一般的Crystal在这种Torpe架构的话 它都是大概在50M左右的一个MHz 所以说如果你想实现超出50M往上或者是100M往上的话 你内部的话一般都要加一个PL 那这种来说的方案的话就是说可能你的整体的一个功耗会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些 然后这是它的一种特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它的一些它的挑战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是说我们谈到它的一些频率的话是会比较受限的 那因为你不同的频率的话正常情况下你需要有不同的这种Crystal的一个需要 因为不同的Crystal你无论是24 25M或者是50M它的一个工艺是不同的 然后如果你需要更高的这种频率的话 你需要有不同的PL的一些配置 然后的话它里面的Torpe结构也是不同 然后PM的Stability的话它是会随着温度的话它是有些特性会有些变化 然后它的话一般情况下这种的结构的话 内部是不会集成RDO 所以对于抗电源的抗干扰性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Vibration和Shout它会有一些Sensitive 第二种的话是叫做MEMS的Orcerator 那MEMS的Orcerator的话它整体的架构的话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高频的一个输出的话 因为MEMS的Resolator的话 它一般的它的频率的话也大概在48 50M也是在100M往下 它也不能够实现一个高频的一个输出 那如果我们想实现一个高频的话的话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它需要一个PL的一个架构 然后把它升到一个高频 可能是说举个例子500M或一个Ghz 然后再通过500M一个Ghz的话再往下去挡 就Divide任何你想要的一个频率 这是它大概的一个原理这种方式 然后的话一般就是一个one time program 然后配置成不同的频率输出 那它的一个跟Ball的话很相似的话 它也是基于一个Silicon Base 那它的一个Challenge的话就是说 一个是Jitter的Performance 因为它的一个基频比较低 然后的话这样导致它一些近端的 一个Cose-in的关于一些Face Noise 它的性能不是特别好 第二的话它有些情况下在生产供应的时候 它对一些像Hack器的话它是会比较Sensitive 包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话 像Contamination的话它也是会比较Challenge 因为这种生产工艺的过程的话 是会比较复杂一些 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Crystal 那这种Crystal的话呢 它的这种一般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外面会有一些电容电路 还有一些电阻做一些适配 包括一些电容的话像一些PPM精度那些调整 可能我们在生产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会需要把这一部分的电路 可能会生 主要意思你这部分给到MCU的厂商 或给到不同的厂商 你可能需要它去帮我们去Trim 这样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研发的时候 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复杂 包括随着时间的话 它这个PPM的话它的漂移性会比较大一点 还有一些它固有的一些特性的话 相当于像VibraryShopTest这些指标的话 也会相当于比较差一些 那这个被动的无源的Crystal的话 它并不是跟我们的Authraitor是Pin对Pin 所以说可能我们很多客户 也会用到这种无源的Crystal 其实它跟我们的这种MAMS或者是COS 包括我们的BallAuthraitor的话 它是不是完全PinRevitable 那在有些情况下的话 还有很多客户去用 如果你要是想用的一些像SmallSize的话 或者想要更好的精度 然后多年的这种可能干扰性的话 你可能还会用到这种其他的不同的程序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的BallAuthraitor 跟我们的一些competitor 一些solution的一些对比 那第一个是针对CrystalAuthraitor的一个对比 那首先是说我们无论是BallAuthraitor 还是Crystal我们都是Pin compatible的 在这个行业当中 然后我们的一个特点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们无论生产任何的频率 我们的一个Ball加上我们的BallAuthraitor 它是同样是相同的 它不会有任何的区别 那Crystal的话它的区别就是 因为你如果生产不同的 像你要Cut不同的频率 所以说这种生产工艺的话就以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所以说如果我们用到24 25 50 100 200兆的话 它每一个的生产工艺都是不同 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Supply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谈到从技术方面来的话就是说右边的第一张图的话是说我们在全温度范围的话 我们关于一个做一个Stability的一个Test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因为像Crystal的话它有一个传统的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随着温度的变化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曲线变化 那这个曲线变化是Cost的话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属性就是说它最高可以到三四十个PPM 这个的话是不能够change的 我们的Ball的一个特性的话就是说可以看到大概在五个PPM只有的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会做一个全温度的话它都是小于10个PPM 所以这个来说是一个第一个差异就是说我们的PPM这些特性的话会稍微的会比Cost的话是要好很多 然后从mechanical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Costbase的话它是一个机械引力 所以说当我们在做Vibration的一个测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做这种抖动测试 我们在做50Hz到2KHz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飘移的情况大概在一个PPM的一个范围以内 那像这种传统的话它大概在接近于10个PPM 所以这个来说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半导体工艺跟一个传统的一个机械引力的一个差异 所以说导致了这方面的一个区别 还有一个的话我谈到了这边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Crystal的话它固有的一个 我们谈到它这个缺点的话就叫做Active Deep 那这个我并没有在这边去体现出来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温度在变化的时候 可能在某一个点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它的PPM可能我举个例子 在这边的话它可能是说它说说20PPM 它可能在可能在30多或可能45多或者是50多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spur会串上去 可能多出20PPM 30PPM 这个的话最主要是因为这个cost-based的话 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Ball Authority的话 不会存在这种PPM的话会有个突变 还有就是我们也继承了RDU 所以说从Congru向来说的话我们会更加好一些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个table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从我们的Ball跟我们的cost的一个对比 我们刚才有聊到关于这个Flexibility 那我们可以support不同的频率 然后的话这个是我们的温度的Scibility 就是Ball它可以其实从全温度范围 从40到105的话我们可以做到10PPM 那这个传统的base的话它会更高一些 接着的performance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因为传统的话 它也可以做到接近有从100pc到一个pc也都有 那接着的话大家就是说可以有一些互补性 然后抗电源的一个意识性 我们RDU也是比较好 然后vibration shock test 我们这边刚才也都谈到了 然后从右边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集成的方式就是我们把Ball integrate进去 然后传统的话它是把Crystal集成进去 它再经过PIL或者是驱动电路的话去做 那最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我们的Ball就是一个2.5GHz 不会做任何的变化 Crystal的话它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频率的话 它会去做不同的一个公益的处理 这个是针对我们的Ball跟MEMS的一个对比 也是同样就是说也是pink compatible跟所有的MEMS的authorator 那很多公益方面的话就是Ball跟MEMS是有一定的相似性 那从大家都是半导体公益 然后的话大家也是一个single chip 我们可以去support整个family不同的频率也很相似 然后在一些机械硬力方面 包括reliability的角度来说的话 MEMS跟Ball也一样就是说我们会比传统的cost的话会好很多 比升级增长期要好很多 然后差异的话就是说Ball oscillator的话 它的一个jitter的performance是要比MEMS要好 那这个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那个像我刚刚聊到就是说 一个是我们的Q值很高 频率率数很高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fundamental的 我们的Bass的frequency是非常高的2.5GHz MEMS的话大概在50到100kHz之间 所以这个是导致我们的jitter的性能 尤其在尽端这些特性会非常非常好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差异就是说Ball的话 我们对于一些真空的 我们不需要真空的一些对于氦气的一些测试 那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一些sensitive 那这点来说的话MEMS我知道是比较sensitive在这一方面 那我们不需要针对这个方面 我们有特殊的工艺的一些处理 这张图也是聊到就是说我们跟MEMS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异 从Jitter我们刚才聊到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频率2.5 然后这边是50兆左右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从它的一个生产供应 那这个就是说从生产供应的几个角度 因为Ball的话因为我们可以实现2.5GHz 那这个MEMS的话它只有50兆 所以说它的实际上它的一个震动的一个范围 就是我们就是说在里面的一个压电界制成 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薄的 我们要比MEMS要低于一个几个数量级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更狭窄的一个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产生更高的能量 那我们也不会就是说如果它这个震动范围是很宽的话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risk 那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对于它的一个像这个package 然后它有可能会去碰到不同的这种介质 都是有点的挑战 包括一些contamination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就是说从一个结构上来说的话 Ball跟MEMS的话是不同的 那相同的话就是说大家都是基于半导体供应的做 OK 然后我们右边的话是针对我们的两边的一个差异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实现一个频率输出的话 我们就是说从Ball我们一个Divider 我们可以产生任何频率输出 那MEMS的话一般情况下它要加一个PL 然后再通过一个Divider然后再输出 因为它的频率要做一个备频 那这样的备频的过程当中的话 也会实现有一些像一些spur的一些产生 然后还有就是功耗的话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这个的话也有一定的挑战 然后其他的像这种output frequency的话 大家就是说通过调整的方式不同 那我们一般的话就通过Divider的方式去做一个调整 那像MEMS的话它会在里面的PL会去做一个调整 会去trim这个PL里面的VCU 那然后去trim到不同的一个频率的一个值 那这个是我们这两个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差异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些市场的一些应用的一些案例 那像Ball Assurator的话 其实在整个的行业当中不同的市场 其实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这边的话像从我们的Enterprise 包括我们的一些通讯行业 其实用的非常多 那这里面的话对于一些抖动的一些要求的话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要求比较高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像一些工厂自动化 Building Automation Medical 包括一些测试仪器意表的话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要求 然后右下方就是针对不同的Factory Automation Model Driver 包括在一些无线当中去使用 那在这些使用当中的话 可能你可能给到所有你的ASIC信号链 包括一些接口电路的话 都是需要一些时钟的一个参考 所以这是在整个的行业 任何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关于Ball Assurator的一些使用的案例 那我们这边也谈到了就是几个example 像我们谈到像一些service的一些应用的情况下 它也是需要一个reference的clock 包括一些像这个以太网的情况下 也需要像25兆可能50兆或者125兆 针对不同的速率 你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频率的一些参考 如果你要是做像实际的系统的话 或者是更高的这种service的话 这个频率的话你可能要到156.25兆或者是312.5兆更高 包括一些USB的一些接口 这就像一些典型的应用的一些案例 然后在一些信号链当中的话 像一些audio的电路 包括一些ADC的话 也是需要一些外部的一些时钟做一个参考 还有一些像右边的话 像这个MCU processor等等之类的话 也是需要一些时钟的一个参考电路 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一些MCU的话 可能就是说如果大家用的时候会看到 我们这个MCU的话是支持无缘的 也是支持有缘的 那无论是支持无缘的有缘的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的话 他会做一些dual layout 那这样的话可以再做一些second source 或者是说从这个验证的角度来说 可能是author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 但是Crystal的话就是无缘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价格是比较低 那如果是对于这种价格非常非常的sensitive的话 那也会可以用到无缘的这种Crystal 那我会举几个我们这边的一些实际的案例 那像第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Optical Module 那现在很多的客户在做这种Optical Module 在做这种传输的时候 其实这种对于时钟的一个抖动的要求 现在是越来越高 那这个就是一个example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行业当中 在做一些通信传输的时候 它的一个速率已经到了 对于Service的话 就是说光口已经到400GHz 那从400GHz 现在有很多客户就做到800GHz 包括1.6GHz情况下的话 那一般像传统的方式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做 那一般的话会有一个像DSP在里面 那它会通过这个Panfall这种调制的模式去做 然后的话对于这个像Panfall的话 它会有一个要求很高的一个Club的一个input 正常情况下的话是需要一个156.25兆 给到这个Panfall去做一个support 那这个Panfall的话 就是说它会如果像这个电路当中的话 就是说它里面会有8个Line 那每一个Line的话会有56GHz 那加到一起的话 传到一起的话就是400GHz 然后它再通过一个光口去做个传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low-jetter的一个offsetter 同时在这个系统当中的话 需要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size 那size越小的话就是越好 所以说就会有到2.5x2.0 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行业当中的话 针对差分输出的话 最低的一些那个频率 那可能在光口当中的话 你可能不光是有156.25兆 有可能会有这个像161.161兆 或者312.5兆等等之类的 这种所有的不同频率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做一个支持 OK 那这个只是针对光模块 那如果你也作为一个系统的话 像Line Car 不同的系统的话 Pizza Box的话 里面也可能有不同的频率输出 那对于这个市东的一个jetter的一个performance 也是要求的是比较高一些 我们目前的authority的话 我们可以支持到最高的 是可以对于系统的level的话 我们可以支持到800GHz 那第二部分的话呢 是针对这个factor automation 那factor automation的话 这种系统的话呢 就是它的整个系统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socket 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像给到有MCU 我们MCU会有包括有一些像我们会有Wi-Fi E-Time on Fire 包括不同接口 包括一些屏幕的一些参考 一些reference 那我们的一些应用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的话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像你的MCU 或者是你的接口的话 你可以通过一些author 可以直接给到我们的芯片做一个时钟参考 还有一些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的authority 可以给到我们一些clock generator 然后的话 再给到不同的一些时钟的电路 可以做一个像这个就是clock generator 这种方式做一个时钟的分发 那这个也是一个特点 那在工厂自动化 包括一些工业领域当中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客户 对一个要求比较高的话 就是说我们希望 很多客户反馈 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10个 20个ppm 可以支持10年的aging 那我们这个authority的话 是可以支持这方面的特点 就是20个ppm 我们在全温度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实现10年的老化的一个推行 支持 OK 然后这个是一些像这个building automation 那building automation的话 这边有两个example 一个上面的话就是IP camera 还有下面的话 是针对像一些空调系统 包括一些那个等等 其他的一些不同的那个building automation 包括我们的智能楼宇等等 这方面用的一些案例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时钟的话 像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评件 所有这些不同的评件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支持 那我们的特点就是说像small size 然后low jitter 然后可以提高系统的五棒性 包括一些振动的特性 OK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资料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边我们有不同的link 大家可以在这所有的link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TI的网站上 我们的authilator的网站上的话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所有的资料 包括我们有一些collider的话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boughtauthilator的话 一些优势 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像cost的一些对比 一些特性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针对不同的一些应用的案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cloud tree作为一个参考 我们有EVM 还有这些我们有一些像cloud tree architecture 大家如果做一些时钟的话 也可以在测试上面的话 做一些仿真 也可以去使用到 OK 然后这边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情况 这个是我今天的所有的session 那我们后面会进入到这个Q&A的一个环节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